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方程 里边有一些变量 它们之间满足这个方程的关系 也就是比如说XY满足一个等式 就是一个方程 那么好 在一定的条件下 Y就和X有一种对应关系 也就是Y就是X的函数 那么怎么样求这样一种函数 也就是隐含数的导数 我们以前求过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的是 隐含数的偏导数 假设一个函数F 在X0 Y0 11 0的领域 有连续偏导数 而且这个函数 这个FX0 Y0就是X0 Y0 11 0是满足 F在这个点是等于零的 另外F对Z的偏导数是不等于零的 好 那么方程XY11在这一点的领域内 一定可以确定唯一的函数 FXY满足 FXY你看 这个函数定出来了 F是FXY再进去 使这个方程变成很等式了 那么C 而且在这一点 C正好就等于FX0 Y0 好 什么意思 可能这个命题 大家看了以后 可能会有点不那么特别清楚 我们所谓解释一下 而且这个两个偏导数 等于什么偏导数 都等于什么球都有了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意思 有一个三元方程 FXYC等于零的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三元方程就能解除C等于多少 举例来说 X平方加Y平方加C平方 等于R平方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球面方程 对吧 如果减它等于零 就是个球面方程 那么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写出来C等于谁 C等于根号下 R平方 减X平方 减Y平方 当然前面有正负 那就是说 这个方程 隐显了一个隐藏着一个C的函数 C是XY的函数 叫隐含数 这个方程定出来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当然有两个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对吧 一个大一等一个小一等 那么一般的给你一个三元方程 能不能定出一个C等于XY的函数呢 行不行呢 这个命题告诉你是可以的 可以的 说穿的呢 这个条件就是 首先这个大F啊 这个大F啊 这个大F要怎么样 有连续编导数 连续编导数 那么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这个在这一点 在这个X0Y0C0 就是在X0Y0C0这一点呢 是对C的编导数不等于零 那么好 最后 这个点当然要满足方程 X0Y0C0当然还要满足方程 当然要满足 不满足还谈什么 对吧 肯定是满足方程 那么他告诉你呢 在这个X0Y0C0的附近啊 就能确定一个唯一的一个二元函数 C等于Fxy 确定 那么这地方呢 有的大家可以可以理解 对吧 而且编导数可以就是 比如这两个要有编导数 这是容易理解的 我们将来最后要求啊 你看这个公式里面就有编导数 那当然要有了 对吧 另外呢 这个F对C的编导数不等于零 从这也看也能看出来 如果C等于零分母为零了 对吧 看起来F对C的编导数也不能等于零 对吧 那么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要往生里边说呢 其实这个F对大F对C的编导数 为什么不等于零 不能等于零呢 主要是要保证这个 隐寒数是唯一的 唯一的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导数 隐寒数的存在 这地方说的是淋浴里边 就是他这个隐寒数存在 一般不一定 不一定是很大的范围 说不定就很小 就在一个点的周围有一个隐寒数 有隐寒数 那么比如像这个函数 这个 这是一个球面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是球面 这是一个球面 球面 当然我们现在一个反解出来 我们知道有上面一支 下面 上面一个是一个定出来的二元函数 下面也是一个二元函数 但是请注意 如果要减微性的话 那么这个函数它就这个意思了 这个定理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球面上随便哪一点 比如这一点 这一点它只要有偏导数 三个偏导数有 而且对十一的导数 对十一的导数不等于零 那么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在这个球面上这一小片 球面上比如有这一小片 这一小片 就有 就有唯一的一个二元函数 比如说这一小片 这一小片 这一小片 那么什么意思 这个下面你如果投影投下来 投下来 下面一个XY 上面一定有个C 下面固定 只要给出一个点来 XY的坐标给出来 上面就定出C来了 那就是唯一的 但是请注意 比如这一点 这一点就按照这个命题 它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说不定不行 实际上也不行 为什么 你不管你给多小一个 多么小一个范围 多么小 不管你多么小一个范围 这个点 这个点你看 你定出来的函数不是唯一的 你投影投到这个地方 有一小块 你任何一个X 0Y0 会在上面有一个C 下面也有个C 因为这个球面 球面怎么样 球面拱这样的 正好你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不管你切下多么 你在它附近多么小的范围 你总会是这样的 那你这里边一个XY 上面就有上面的还有下面的 正好球面的上面和下面对称的 就有两个C了 就像我们这个地方 两个C一样 两个C 那就不是唯一的 但是我们刚才那个地方 请注意 有的可以说 那你这下面不也有吗 我们只挖了这一块 在X0 Y0 C0的附近 你下面不是它附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它在讲的这个条件是保证这个东西 保证唯一 咱们一个X0 Y0只有一个C0 对吧 你给了XY只有一个C 唯一的函数 不是多字函数 给一个XY出来两个Z 那不是 我们的函数是单指的 唯一 好 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命题了 但是我们如果也理解的 所谓简单一点 那就是我这儿所说的 对吧 如果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看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解出来 有的时候咱们不能解出来 但是它藏在里边有一个影函数 多数 我们大多数题目也就最后 只要你会求那个隐含数的偏导数就完了 那么怎么求呢 它给了一个公式 给了一个公式 那么我呢 对这个公式呢 来解释一下 它是如何求出这个词出来的 其实非常容易 对吧 请注意 F本来是谁的函数呢 F是XYC的函数 现在C换成谁了 C换成XY了 对吧 或者是CXY的函数了 那么这如果用练法则的角度来说 这边现在变左 现在这个式子 如果这个C是XY的函数 那现在F就是二元函数了 如果C是XY的函数 你已经找到了 定出去了 那就是XY 就是二元函数了 好 下面我对这个式子 对这个式子 或者说对这个地方的 这个C是XY的函数 两边对X求偏导数 好了 求吧 第一项 大F对X求偏导数 对X求偏导数 那怎么样 Y就不动 偏导数 Y不动 Y就是常数 所以这儿不求了 加上 对C要不要求偏导数 要不要求 要求吧 要求 对吧 为什么要求 C线是XY的函数 你已经定出来是隐导数了 所以C在函数 那F要对C求偏导数 然后C对X求偏导数 完了 求好了 右边 零 零的导数当然是零 那么好 你马上就推出来 你看 C对X的偏导数是谁啊 负的 它移向移过去 大F对X求偏导数 大F对C求偏导数 不就这么 就那边 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那么但是隐寒数的后边还会介绍一些隐寒数 包括隐寒数组的偏导数的公式 我在这儿强调一下 对这种公式呢 我不提倡背公式 我不提倡 这个方法很简单 练法这就完了 而且这个练法是怎么样 我走遍求导世界 到处都行 对吧 打偏天下无敌手 每个求导题我都能解决 那就完了 当然我不反对你背 如果你愿意背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题目了 C是这个方程所确定的隐寒数 求C对X导数 C对Y导数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求C对X导数 提出Y导数了 那么当然了 非常简单 如果你愿意记公式 如果你愿意记公式 请注意 你千万要把那个大F写好了 那就是要把这个式子什么样 移向 或者把它移过来 或者把它移过去 反正是大F 是那么一个东西 右边是0 然后求偏导数 要求三个 对F对X对Y对C 如果你用刚才那个公式 大F对C 求偏导数 请注意 在这个情况下 C就是独立的变量了 C不是函数 就是XYC都是变量 都是质变量 用公式的话 那么如果不用公式 那就很简单 现在这个式子里边 这个式子里边 C如果是XY的函数 那么这个式子就是两元函数 对吧 这个式子两边都是两元的 好 我现在做第一个小题了 在做以前有一点做看 当然就两边对X求导了 那么两边对X求导 当然你说复杂不复杂 不算复杂 但是有一点小小的 还是有一点小的复杂 怎么样 你看X在这有X 底有X 指数怎么样 也有X 那么像这种函数 就叫密质函数了 密质函数求导数 也是有点小麻烦的 写成什么 写成对指数型函数求好一点 对吧 因为密质函数 你到底算是密函数 还是指数函数 它都不是 对不对 所以求导数的时候 就麻烦一点 那么正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显示 我这个地方 我两边求导数可以 就对数可以 对数以后密质函数就没有了 所以第一步 等方程改写 写为 两边改写一下 logC等于 C加X log3X加Y 那么如果这个式子确定了隐含数以后 对吧 好 这个式子 在由上次确定的隐含数 在确定隐含数的上面这个式子 在确定隐含数的上面这个式子 两边对X求导 好 就是这个式子的C 现在是XY的函数了 确定了隐含数了 这个是个等式了 两边对X求导 那就简单了 首先这一项 这个要求导吧 当然要求导 C里边有X 好 那就是logC的导数是11分之1 然后C对X求导数等于 右边 两个函数相乘分别求导 C对X求导 加上X对X求导1 后面这一项不动 加上 这一项不动 这个对X求导太简单了 3X加Y 然后这个东西还要对X求导 Y是常数注意了 它对X求导出来3 你说吧 好了 结果我们就可以求出 求出CX 那么怎么做呢 可以把这个C称到左边来 称到右边来 这个C 这个C 称到这边来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CX移到这边去 移到这边去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等于多少呢 那就是CX就等于 对吧 那么 不含 不含C的像 不含CX的像 那么好 是 他乘他 再乘这个C C log C写在外表好了 C 里边呢 就这一项了 log3X加Y 对吧 对吧 这一项注意由CX的到边去 后面这一项呢 加上 CX C加X 乘3 对吧 下面呢 是3X加Y C乘过来了 在这儿 这里边两项 一项是这个 一项是第二项 这一点 对吧 好 那么除以谁呢 除以 这一项 乘这个 还有乘C 最后再移项移过去 对吧 所以就是一减去 一减去 C 还有乘这个log 3X加Y 对吧 对吧 没错吧 好了 当然 这就是一个 最后这个形式 当然了 这个形式怎么样 有点看上去不怎么舒服 对吧 挺复杂 那怎么样 你可以通分一下 对吧 把这个地方分子峰母乘上3X加Y 对吧 那就行了 对吧 这个形式当然有点繁琐 但是呢 可能也要划钱也很难了 对吧 也很难划钱 那就它了 那就完了 当然同样 可以求出C对Y的偏导书 一模一样 对吧 这个地方当然可以划钱一下 那么这个呢 我主要说明一下 这个求的方法 求的方法 应该说没有什么 就是搞清楚了 那我们这样这样一个呢 你是这个题 这是一个三元的方程 确定的函数是一个两元函数 你心里边一定要很清楚 谁是质变的 XY 谁是他们的函数C 现在对谁求偏导数 对X 那么Y就不动 C里边有X 如果对Y求偏导数 那么X就不动 但是C里边还有Y 你看第二道小题 和第一道小题一样 但是求二阶偏导数 那么像这种题呢 你看 这个方程式 这样一个方程 跟刚才其实一样的 是一个隐寒数的方程 这个方程几个元 三元 三元函数 那么它定出来 定出来一个什么函数呢 C是XY的函数 两元函数 所以非常简单了 怎么样 搞办法 所以所以 等实确定 C 等于 CXY 这句话大家可以写很简单 也没问题的 我这写得特别清楚一点 就是说现在我们是这个C是XY的函数的等式 确定这个C 这个等式将确定C是XY的函数两遍 对X求导 好 很简单了 这里边有三个变量 XY是质变量C是他们的函数 对X求导 1 Y里边没有X Y先不动的常数 0 C对X求导 右边 这个函数对X求导 1首先是指数函数2Z 2Z 好 符合函数为常法 对这个先对他求导 2Z还要对Z出来2 然后没有完 C还要求导数 对X求导数 行了 对吧 好 推出来 CX等于 那太容易了 移向移过去 对吧 好 那就是 把它移过来好了 2倍的1的2Z 减1分子1 那么请注意了 下面要求二元 对Y的导数了 就是二元 二阶片导数 也就是这个函数 要对Y求偏导数 那么你所谓想一想 就明白了 对Y求偏导数 这个地方有C的 肯定会出现谁呢 C对Y的偏导数 也就是说 下面我会出现 C对Y的偏导数 CY又加强Y 那么说明 后面我们会用到这个CY 所以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可以把CY先求出来 同样 那么要不要需要求呢 不需要 再另外求了 为什么 请看 在这个式子里边 X和Y是什么关系 对称的 就是把X换成Y Y换成X 这个式子怎么样 没有变化 这叫能换对称 换了以后没变 所以对Y的偏导数是一样的 这个式子一样的 只要在这个式子里边 把X写成Y 就行了 但是这个式子里根本没有出现XY 那么肯定也是它 肯定的 不用说 对吧 能换对称 好了 下面 我们就可以求 CXY了 CXY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函数对Y求导数 等于谁呢 特别容易了 就是这个式子对Y求导数了 好 分母的平方 负的 分母求导数 这个东西求导数那太简单 2出来了 这个地方求导数 1的2Z求导数 减1的3次方 负的 2的2平方 4 12Z 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练法则 练法则 但是呢 特别清楚 你要 视线里特别清楚 我这个式子里边 谁是质变量 谁是函数 我现在对谁求偏导数 当对这个变量求偏导数 别的质变量就是常数 只要这个搞清楚 这题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